大家好,我是小编辑,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到底什么食物对我们的大脑发育更好呢? 其实,我们在菜市场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食物 对我们补脑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来跟小编了解一下 一就是鱼类 鱼类是蛋白质维生素D和Omega3脂肪酸的良好来源 Omega3脂肪酸是大脑发育和功能所必须的重要营养物质 它们可以帮助改善学习能力、记忆力和认知功能 并有助于降低哈尔兹海默病和认知衰退的风险 研究这时,鱼类所含的DHA 它们在人体内主要是存在脑部、视网膜和神经中 DHA可维持视网膜正常功能 因而尤其需要此种养分促进视力健全发展 DHA也对人脑发育及智能发展有极大的助益 亦是神经系统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 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鱼 包括了雪鱼、鲑鱼、金枪鱼和沙丁鱼 第二就是蔬菜 深绿色蔬菜和橙色蔬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于维持大脑健康之关重要 这些蔬菜包括了菠菜、橄榄、鱼、鱼、橄榄、胡萝卜、南瓜和红胶 碳氧化剂可以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对大脑细胞的损害 维生素和矿物质则提供营养支持 南瓜是冰胡萝卜素的几家来源 南瓜中的维生素A含量胜过绿色蔬菜 而且富含维生素C辛甲和纤维素 中医认为南瓜腺胃肝贫有清新型脑的功效 可治疗头晕、心烦、口渴等因虚或旺病症 因此神经衰弱、记忆率衰退的人 可以加南瓜做菜使用 每日一次疗产不限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第三就是坚果 坚果富含蛋白质、健康脂肪和抗氧化剂 对于提高大脑功能和认知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核桃含有Omega酸脂肪酸还含有多种抗氧化剂 杏仁富含维生素A 这是一种有助于改善认知功能的抗氧化剂 其他有益的坚果包括了腰果、巴西坚果和禽子 核桃是食疗补脑佳品 被誉为脑黄金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被公认为中国传途的健脑抑制食品 孩子们一定要多使用 每日二至三个核桃为一 持之隐恒、方可其道 营养大脑增强、记忆、消除脑疲劳等作用 此外大家也可以多吃 含有抗氧化剂和其他有异化合物的水果 它们可以提供大脑所需的营养 这水果就包括了蓝莓 蓝莓被认为是最强大的抗氧化剂食物之余 具有改善记忆力和学习人类的潜能 其他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C的水果 包括了草莓、黑莓、石榴和橙子 香蕉被赋予了智慧之果的美称 传说佛祖就是因为吃了香蕉 才从中获得大智慧的 所以香蕉又被称为智慧之果 此外大家还可以多吃海带 海带含有丰富的药油酸、软、磷子的营养成分 有建脑的功效 海带等海藻类食物中的黄类物质 更是大脑中不可缺少的 海带中含有牛黄酸 它对儿童大脑发育和成长 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海带褐色表层里含有一种促进 儿童发育的荷胺酸 其含量高出甘油30倍 可建脑补脑 有助于儿童健康的发展 此外海带还含有丰富的 钙元素和点元素 有助于甲状腺素和醇 这两种元素搭配不仅能够美容 还能够延缓衰老的作用 而作为肠胃的轻道 肤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能够及时清除肠道内废物和毒素 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 脂肠癌和便秘的发生 除了肾素的食物 其他被认为对大脑有益的食物 还包括了顺骨物、豆类、橄榄油、大蒜 蛋类以及低脂乳制品 大家还要保持均衡饮食适当的运动 冲突的水分和良好的睡眠 也是维护大脑健康的重要因素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对于补脑食物的具体效果和剂量 大家一定要适当地使用 千万不要过量了 别忘了分享这个视频 让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些补脑的食物 还可以帮助你延缓脑部退化和 头脑萎缩的情况呢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点击订阅和按赞 我们下期见